人认为股权激励机制是激励机制 是保留人才 鼓励人才的做法 其实股权激励机制在金融机构是风险管理的要求 由股权激励机制 也就是把公司的股票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发给员工 是把个人利益 企业利益和股东利益连在一起的最好的扭蛋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在金融机构天天是在遇到风险 如果是一个以短期行为来指导这个公司的工作的话 这个机构是藏不了的 但是当他把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和股东 他自己就是股东了 就自然就联系起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的文化 是能够更好地建立起来的 在杰皮摩根就是摩根大通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是85%以上的员工是股东 就是他还是吉利给他们 第二个指标是收入低下的员工 退休金的支付不给他现金 给他股票 也就是如果我们的中国的金融机构 能够补充退休福利 不发现金 把股票放进去 我相信能够在风险管理的文化建设上 是有好处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相信还是要爱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